中国女排又输了 2比3不敌多米尼加 早遇4连败 比赛结束那一刻 一位球迷说说大火的心声 终于打完了 我们大家都解脱了 是啊 发扣篮 全面落后 都这样了 蔡兵还不配下课吗 上场比赛1比3输给赛维亚之后 中国女排是受到了较多的争议 王云露和蔡兵更是被退上了风口浪尖 这场和多米尼加的比赛 对于蔡兵的质疑依然是非常多 为什么在主力二传状态如此不好的时候 不给徐晓婷更多机会呢 徐晓婷明明表现得更好 为什么他还是一个二换三的工具人呢 难道他和郑一新就是套餐 必须一起上吗 还有 你把杜青青放进阵容里 难道就是当发球机器人的吗 暂停时机叫不对 换人全是模式化 一套成容用到底 你信吗 换球迷上去 这场球也能打成这样 因为教练根本就没作用啊 暂停只会说 一传皆好 篮网加强 换作球迷 我也知道呀 这只没有朱婷的中国女排 一传不好就要输 发球简直就是灾难 复工篮网水平 简直浪费了他们的身高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都练了些啥 或许 我们不需要去批评球员 因为这就是他们现有的水平 但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今天对手多米尼加 是中国女排在奥运资格赛的同组竞争对手 如果蔡兵再不下课 或许奥运会能不能去 都还是个问题呢